我跟妳講就是 我現在每年都會做 除夕晚上12點鐘的時候 要先準備好20個50塊的銅板 新的 不能舊的 然後20個50塊銅板 在12點鐘的時候 這樣子就是1000塊對不對 換1000塊的銅板 12點鐘的時候去燒 用水去煮沸沸 把20個50元的銅板 丟到水裡面去把它煮開 我就準備一個小鍋子 薯麵鍋什麼的 就加水 然後把錢放在裡面 開水 開火 讓它滾 煮沸騰 老實講這是柴源滾滾 就是滾 讓這個錢滾 我不知道是不是鄭老師講的 我是不是弟弟講的 我就是反正就這個方法 滾完以後把它裝到一個 像我是用一個玻璃的瓶的 我就把這個錢跟水 要一起裝進去 水也要裝進去 放到我的柴位 那你知道我前面做幾次就是 因為你水放在罐子裡面 一年到了什麼七八月八九月 水就沒有了對不對 可是你當時煮的水很多 我以前把它倒掉 後來我就把水存在 另外一個罐子裡面 就把那個水沒有水 就把它加進去 反正那個要放一整年 就是除夕的12點鐘 煮這個20個銅板 除夕的12點整 開始煮的動作是不是 就大概12點就要滾了 所以你前面幾分鐘 大概就要開始煮了 到了12點鐘左右 就是要滾了 然後等它涼了以後 就把它裝在罐子裡面 放到你的柴位 真的很有效 怎麼樣的有效法 就是你賺錢變多了 就是會這樣子 是真的這個柴源圖杯猛食這樣子 我決定把那一碗喝下去 柴氣敵人做 那鄭老師就是我 鄭老師是你講的嗎 其實這個 其實我跟他老師幾個方法 就是說 其實除了剛剛的麥麥這樣做之外 其實像我們喬籤的時候 這個方法也非常好用 搬家的時候 對 那麼搬家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用一個那個 那個底音壺 除了滾之外 它還要叫 要叫 叫 柴源風吹之外 它還要叫 一名金人它錢越來越旺 然後把這些就是 燒過的這個水跟這個錢壁 一樣是要放在一個玻璃瓶裡面 對 當然其實這樣的方法 是放在柴位上是最有效的 可是很多人 所以等一下 所以這個玻璃罐子 玻璃瓶有沒有限制 只要是一個玻璃瓶就好 還是一定要是一個容器 還是一定要玻璃 一定要玻璃的 玻璃的容器 玻璃的容器 因為看得到 因為看得到 因為你看得到 放在那邊 你看得到這個錢壁在下面 你的意思說放在柴位 就是你講的 比如說正南方 或者是西南方 什麼正柴位 這個時候應該是以自己的 對 我們家是放在我的柴位 像很多人 他不了解自己的柴位在哪裡 那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放在睡房的那一個 就是床頭櫃的45度角 等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 我現在床是這樣子 我這樣子躺著 比如說假裝我的床頭櫃在這邊好了 然後應該放在哪裡 就是放在床頭櫃的 往這邊這樣算 還是往那邊過去 不 門在這裡的話 是往這邊算 就是45度角 對 45度角 的地方 就在那邊放一年 有可能你的那個 床頭櫃的位置 是放化妝台的位置 你也可以放在化妝台上面 對 這照真的 就是放在個人的柴位 對 你這樣子做了多少年 我差不多也有五年了 發死了嘛 已經做了五年 除了床頭櫃之外 轉神器都是麥當勞 沒有 對 其實是麥當勞 對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在柴位柴位 可是很多人都有忽略掉 到底我的柴位在哪裡 對啊 我的房子的柴位在哪裡 很多人不知道 柴位不能搞錯 不然白放是不是 對 所以沒有關係 如果剛剛那個方法 你真的也不曉得你的柴位在哪裡 你不曉得把這個滾滾的那個水 要放在柴位上 那麼我們剛剛講過 還有很多種方法 其實是可以做的 就是在那個房子裡面的柴位 房子裡面的柴位 到底有哪幾個 一個呢 我們剛剛提到化妝台 所以化妝台 你可以擺那個 剛剛煮過的那個水 賣賣 擺在化妝台上面 還是什麼放在下面 最好其實要看得到 OK 而且很奇怪 那個水如果蒸發得越快 代表你今年的柴位望 真的喔 真的喔 好久一下子就是 半年就沒有了那個水 好驕傲喔 對 讓它加水 好旺喔 好旺喔 如果你發現這一年 它都沒蒸發 我跟你講 今年的財就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所以要讓你的氣很旺 那就是要看那個水 會不會趕快蒸發 好 當然其實沒有關係 我們來不及在12點鐘做 或者12點的時候 你已經出國到別的地方去 或者是你可能沒有回家 你來不及再教你做的時候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沒有關係 再準備紅包袋 好 這個時候我教大家 準備88塊的紅包袋四個 裡面放88塊錢 對 紅包袋四個 那麼有沒有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所謂的房子裡面的一個 大家很容易忽略到的財位 而且是我們既然要做的 第一個就所謂的保險箱 OK 如果沒有保險箱 我們一樣就找所謂的化妝台 再沒有化妝台 我們就找床頭櫃 這個時候在民俗上的說法 叫做正庫財 什麼叫正庫財 就是保有你的財庫 那麼把這個紅包袋 壓在裡面 壓一整年 這個代表 因為為了他這一年的辛苦 謝謝你幫我發財發這麼多 對 然後他才會告訴你說 明年你的錢 他會幫你再鎮守你的錢財 讓你的錢財不會外流 這非常重要 好 那麼當然還有一個開爐錢 這開爐錢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就是 就是 這個廚家 打對了 就是我們的廚家 廚家 人家說廚就是貿 我們家裡廚家 我們家裡廚家 值得就是太太 所以太太的 其實管的廚家 就是財神爺 所以第一個 要愛自己的太太 第二個 要照顧好自己的爐火 這個爐火裡面 其實我們在爐灶底下 要擺一個開爐錢 那麼這個開爐錢 很簡單 一樣準備88塊錢 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櫃子底下 千萬不要放在爐上面 不然會失火 本來就是打開上面的櫃子 往裡面放就好了 那麼你可以有的人 他想要接近這個爐火 所以他會在這個櫃子底下 那一面黏起來 黏在上面 一樣慰勞他 讓你財運旺旺來 還有其實我們以前 就是沒有銀行的時候 或者很多老人家 長輩 他們很喜歡把錢放在哪裡 床底下 所以床底下 我們要給他一個錢 叫做撒藏錢 那麼這個 實際上有讓你這一年存款 於而倍增 那麼為什麼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他每天都有在賺錢 可是其實都入不服出 對 左手進右手出 對 這一招就是讓你的錢存滿滿 那就把它放在地上就好了 還是貼在床板底上會比較好 怎麼樣就好 我們要貼在這個床板的底下 也是貼起來 對 不是這個床墊 是要在床板 最下面手伸進去 把它貼在床板上 對 這樣是很有效的 好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 所謂的水槽底下 這個水槽呢 我們講的是廚房的水槽 因為水帶財 那麼廁所那一個 因為它比較污秽 所以我們就不放在那裡 要放在廚房底下的水槽底下 民宿上這樣的說法叫做 證水錢 因為水帶財 證住你這一年的錢 代表不會被別人騙錢 也是用貼的嗎 對 一樣是貼在這上面 都是88塊 88塊 好認真賣賣賣 這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錢不見了 就代表你的錢被別人騙走了 很多人因為投資失當 因為理財不當 都是因為被騙了 因為自己腦筋不清楚 這個有所謂的就是 讓你的思緒更清楚 讓你的來年財運更旺 你知道最近要過年 所以公司行號啊 什麼銀行啊 什麼都發那種 一疊一疊的那個紅包都在發 我們都拿去送人 想說我沒有要發那麼多紅包 現在不對 全部要回來 要用嗎 要用嗎 從雨下要貼 水頭下要貼 都要貼 對 爐皺下要貼 維維如果從星座來講 明年馬年 哪一些星座最旺